成功挑战力旦也宣示一定会赢的决心 因为他最想跟赖清德和柯文哲说这句话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贴文 孩童巴比托检验不是阴性 阴市领检出的说法也被证实是假讯息 还他清白 赖清德副总统一直是幕后的推手 侯友宜左右开工 左轰柯文哲讲话像烟火 右批赖清德团队带头造谣 现在还加码大撒币骗选票 八年不做 今年最后一年才在做 只有这么一个方法 大撒币有语 面对柯文哲的语言 以及他以前说过的 他不是做过的事 我只不过实话实说 是非分清楚而已 但要抢救选情 不能只靠口水战 侯友宜端午连假启动 四大议长连线 拜会行程 6月23号先到桃园 和桃园市长张善政 议长邱一胜晚宴 还要拜会 刚刚才跟柯文哲见面的 新竹市议长许修睿 故装一位农后 接着会见挺郭派 张化县议长谢典玲 拼整合从南营执政县市 自己人开始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 更帮他规划 第一场大造势 7月2号重头戏 首场挺猴大会 更邀请到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 兔子汉子终于要合体 前总统马英九 前台北市长郝楼斌 也都在名单内 整合篮军迈出关键一步 记者朋友得 蔡品宏新北三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